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两位明星领队 带领着今天的第一轮选手 闪亮登场 李队长好 李队长 昨天你穿着真嫩啊 我发现越到夏天你越容易穿长袖 穿外套 这个我觉得今天的气氛 有点异常啊 你们从来没有这样互相客气过 是不是今天有点感受到了 来自于学员的压力啊 不管是从颜值还是从身高 我觉得卓琳老师的压力都比我大 我眼睛比他们大 来吧 介绍一下今天各自的选手 首先有请伟健 好 我先介绍一下 我身边的这位帅小伙 今年32岁 叫田祺岳 南航的飞行员 飞过A320 A330 卓琳老师 我说这你都听不懂吧 这都是飞机的型号 就是水 在水上走那个吗 对对对 你们俩很聪明 很聪明 对对对 那好 那接下来卓琳队长呢 这方的队员 我们这个飞什么什么灵 什么灵不灵的 这都是次要的 我们这个帅小伙 来自我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飞行学院 优秀的高材生 在校中叫什么 名字叫高伟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了 一位是未来的飞行员 高伟 那一位是现役的飞行员 田祺岳 究竟在第一轮当中 谁先出战呢 灵光选择马上开始 三 二 一 停 我们看到灵光助手 在了李伟健这一方 所以这一轮首先出战的 是李伟健战队的田祺岳 来 听一下你们的口号 田祺岳今晚看我的 怕声速度将我推向一倍 模糊的城市 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 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 飞机正在抵抗地球 我正在抵抗你 远离地面 快接近三万英尺的距离 思念想念着身体的引力 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 掏开了你 我都在三万英尺的云地 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 静静地靠在一杯上的我 我以为还有你在怀里 要飞向哪里 能飞向哪里 一般的问题 我附在天空里 自由的恨无力 自由的恨无力 远离地面 快接近三万英尺的距离 思念想念着身体的引力 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 掏开了你 我躲在三万英尺的云地 每一次穿过那流的突袭 静静地靠在一杯上的我 以为还有你在怀里 谢谢田齐悦 欢迎来到我的驾驶舱 谢谢 我特别好奇 飞行员的这个日程表 是怎么安排的 每天你飞哪里 是这一个月下来 是固定的吗 还是说会有一些特殊的安排 这个是不固定的 经常有朋友会问我说 齐悦你是飞哪条线的 对对对 我还觉得这个问题蛮专业的 听飞哪条线 其实不专业 其实飞行员 没有固定的航线 也没有固定的飞行周期休息期 正常的休息 早上满足了 我们就可以继续飞行 我们没有说 具体要飞哪条航线 可以飞很多地方看排班 排了什么航线 我们就飞去哪里 这样吧 这样说有点抽象 今天田齐悦给我们带来了 他最近的飞行日程表 我们来看一看 飞行员的一天 或者他这个一个周期 是怎么安排的 来 一起来看大屏幕 这是田齐悦的飞行记录 这是从6月1号 到6月10号的飞行记录 对吗 对对对 这个应该还是好的 因为都是在亚洲区域内 对对对 时差差的最多是 一个小时的时差 对对对 你飞的时差 这个跨度最大的会是什么 像飞美国 340机型 或者是飞 荷兰 阿姆斯特丹 都要10个12个小时 甚至更多 像这种航线 都是在亚洲 还算是比较好的航线 这对于你们来说 是一条非常舒服的航线了 已经 对对对 我们知道飞行的途中 也会有很多突发的事件 需要我们的飞行员 机长来进行处理 对 你碰到的一次 最痛苦的飞行经验 是什么 记忆最深刻的 我记得有一次是从北京起飞 去阿姆斯特丹 北京零点起飞 然后计划到阿姆斯特丹 应该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但是还有40分钟落地的时候 突然一名旅客身体不适 晕倒了 然后乘务长进来 跟我们报告了这个情况 当时你已经飞行了有多久了 已经飞行了11个小时 11个小时 对就马上要落地了 但是因为旅客已经昏倒了 然后后面情况不明 然后乘务长进来跟我们 报告完情况之后 我们机主经过商讨 决定还是以旅客生命安全 为首要任务 就用了不到20分钟时间 就近机场落在了丹麦 然后叫来了医疗救护团队 让他得到了救治 这名旅客也最后脱离了 生命危险 最后在丹麦机场 因为是临时的备降航班 保障要稍微慢一些 又耽误了6个小时 相当于飞到了北京下午 6点多才落地 就离开飞机那一刻 人都已经飘了 这相当于你这一个航程 飞了多少小时 16个吧 16个小时 而且是高度紧张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 很羡慕 飞行员一出来 哇 好帅 然后戴着帽子 提着小黑皮箱走 英姿飒爽 但是其实不知道 其实飞行员背后 也是有着很多的心酸和辛苦 有没有在这个驾驶 在你的这个 三万英尺以上的高空 会看到一些 和我们普通旅客 普通乘客 看到的不太一样的景象 你看到最美的是什么 最美的应该是夜航的时候 可以看到飞机下面的城市 灯火通明 尤其起飞和降落的时候 整个城市就在你的脚下 看着灯火阑珊特别漂亮 而且就和我们不一样的时候 他们是180度无死角 对对对 然后光览全景 相信一定是一幅 特别美的画面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三位评委 他们听过之后的感受 首先有请阿罗阿卓 太帅了 谢谢老师 你的这个帅 首先是你的这个外形上 非常的帅 第二个是你的演唱的时候 那种非常自然的 气质的那种表达 我觉得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 在演出的时候 歌唱演员在演唱歌的时候 会有 比如说每一个动作呀 可能会去 有一种表演的成分 有些时候 但是我觉得你的 带出来的这种 这种帅和气质 让我觉得深深打动了我 谢谢老师 好 谢谢阿罗阿卓 接下来来听一下 刘和刚品味的感受 三文英尺 这是迪克牛仔的一首歌 这是表现了一个 失恋者的一首歌 特别我觉得 也适合你今天的演唱 因为在这个整个作品当中 能感受到 当一个失恋者 离开自己爱人 坐着飞机飞上天空 带着那种痛苦的时候 特别是当飞机 爬上的过程当中 那种超重的声音 冲击心灵的时候 我觉得你今天 唱得非常恰到好处 我看到了你 歌颇上有三道杠 我就在想 这个两道杠三道杠 或者四道杠 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在航校学员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是两道杠 然后就是在学校学习阶段 还有开小飞机阶段 都是两条杠 当我们毕了业 然后来到航空公司 成为一名副驾驶 就会给我们配三条杠 就表明现在是一名副驾驶了 就可以正常参与航班的运行 当我们在逐渐成长 像我现在应该也准备放机长了 就这个状态 当你越过这个难关 是立地成为了一名民航机长之后 会有一个专门的授闲仪式 到时候我们就会换掉三条杠 再加上一条杠 变成四条杠 变成四条杠 就是一名民航机长了 这也是最高的一个级别 对 四条杠就是机长的最高级别 这一点我还好像真的了解过 好像第一条杠和第二条杠 也就是飞行学员的时候 第一条叫professional 职业 第二条杠叫knowledge 就是知识 飞行知识 第三条杠叫flying skill 就是飞行技术 它进阶的现在第四条杠 应该就是responsibility 就是职责和担当 所以首先先恭喜你 刚才套路了好消息 荣升了 要当机长了 正在努力 正在准备 对 因为机长承担更多的责任 对 确实也需要我们历练很多 学习很多 然后让自己成长得更强壮 更有担当 能保证民航安全 但这毕竟是每一个飞行员 它的终极目标 对 机长是我们每个飞行员的梦想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云朵评委的角色 您好 我是通过就是开飞机啊这样的 我觉得应该是颜值上面 但我现在今天刚刚了解你 我觉得是更多的是帅在于你的这份责任和毅力 我觉得就是这个帅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随着你的这个每一次航行 这么紧密期的情况下 你当然也自己付出了很多的自己的辛苦 才换来了今天你所得到的一些这些荣誉 那我也非常的祝福你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 即将成为飞行员的我们飞行学员的表现 好不好 给他们加加油 好吗 加油 来挑战你们 来 让我们看一下和你同轮竞争的飞行学员 高伟的表现 有请 高伟今晚看你的 听见冬天的离开 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 我想我等我期待 未来却不能一次安排 阴天傍晚车窗外 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 向左 向右 向前看 爱要怪几个晚才来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我排着队 我排着队 拿着爱的号码 我往前飞 我往前飞 飞过一片时间海 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 我看着路 忙得入口有点窄 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 总有一天 我的谜底会解开 高伟给我们带来也是一首爱情歌曲 特别是在他这样一个年纪 高伟说自己是北航大几的学生 大二 大二 听起来真的是在给一个姑娘演唱的 但是其实他说这首歌不是唱给姑娘 是唱给一个让她感觉到 特别百般折磨 一波三折的北航 是不是 是的 给我们讲讲 他怎么折磨你了 确实是挺折磨我的 因为当时在高三的时候 我也只是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态 然后去报考飞行员 但是当时北航在我们省份 一共只招十名 然后我去报名的时候 我看到我们学校就已经有很多人了 然后我们这些所有的报名的人 都要去我们这个省的各个医院 去进行体检 然后我记得 当我进入我去体检的那个医院的时候 我一看到 差不多将近有两百个人左右 这只是你的一所医院的人数 对对对 但是经过这一天的体检 然后那个老师告诉我们 这个省份所有的医院的所有的人 过了体检的人数也一共只有四十多名 然后我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从二百缩减到四十 但是他也要进攻那十名 所以现在还是心里很忐忑 后来又经过了几天等待 然后就又接到了老师的电话 然后告诉我排到了第十一名 还差一步之遥 当时我想先问问 这一步之遥的时候你怎么想 这一步之遥 得了我别等他了 我先选择放弃吧 其实当时心里已经有一点放弃了 因为其实主要的是那种心理上的压力 就是感觉自己又绝望了 然后又马上又给了一点希望 后来又彻底绝望了的这种感觉 因为这个时候马上已经 临近了录取的时刻了 对对对 让人感觉好像基本上已经成为定局了 只不在了要十名 他只不在了第十一名 然后但是又过了差不多一两天左右 然后又收到了老师电话 老师说可能会给我们这个省份 多加两个名额 如果多加两个名额的话 我就有可能被北航录取 但是这个多加的这两个名额 也不确定 这老师太可爱了 老师最爱用的 我发现这个老师口头禅 可能 然后告诉你安慰 给了你一个希望 然后说或许这个 然后呢 然后我那几天就是 每天都把手机带到旁边 然后都是把声音开到最大 每天睡觉的时候 也是把手机放到自己的枕头旁边 不敢关机 对 生怕错过了老师的电话 说我可以去了 然后终于是等到了这个电话 然后最终成功的 比较幸运的来到了北航 我觉得这个功夫不够有信任 这功夫都是老师下的 一步一步在给你增加希望 但是我相信 虽然一波三折 命运的折磨 但是却是最好的一份预见 对 是的是的 好 那我们相信 在未来的两年之内呢 高伟会越来的越成熟 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 好吗 好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三位评委老师 经过你演唱之后的感受 首先我们有请云朵 其实好事多磨 就是这样子的 一点点希望 一点一点失望 但是最终还是 让你成功的那一瞬间 我相信 当时你接到老师的那个电话 你肯定是非常开心的 所以其实就是为了 就是那一刻的等待 一切的付出都是那一刻 祝福你 往后的日子 好 谢谢老师 能够就如他所想一般 对 往后的 对 刚才云朵提出一个问题 我刚才还真忘了问了 那最后一刻通知你录取了 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你在哪里接到的这个消息 首先还是特别地感谢的 那个赵生老师 然后挂了电话之后 我整个人就 你当时正在干嘛 我当时在家里看电视 然后整个人就 从沙发上飞起来了 然后赶紧把这个消息 告诉我的爸爸妈妈 还有我的爷爷奶奶 然后他们都哭了 你呢 我快哭了 快哭了 可以看出 其实高伟具有一个 很好的飞行员的素质 他处变不惊 就是怎么他的情绪点 都是在一个很稳定的波段 在平缓地进行 来 我们来听一下 刘和刚评委听过的感受 像你刚才讲的这些 我觉得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就是坚定目标 是性格当中 必要的力量圆圈之一 也是成功的力气之一 从你选择这个北航 一直到你上了 一直到你今天 这个真正地走上飞行员的行列 我觉得你的性格和你的意志 你将来一定是一名 中华民族合格的飞行人 好 谢谢老师 你做好准备了吗 今后还有可能更加残酷的训练 我一直都做好准备了 迎接挑战是吗 是的 是的 会半途而废吗 肯定不会 还在这个波段 那我们放心了 好 最后我们来听一听 阿罗阿卓评委的感受 你好 你好 老师 刚才听了你的演唱 听了你的故事以后 我才知道原来你唱的是 你和北航的这个学校的缘分 但是刚才在听到你的演唱的时候 我以为你一直是在唱给自己心爱的姑娘 因为在你的歌声里边 有一种真实 还有一点羞涩 还有一点紧张 这种紧张恰恰也是 一位歌唱演员需要的 因为有点紧张才会 才会有一种打动人的这种感觉 所以在这里也祝愿你能够将来 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飞行员 今天唱得也非常棒 好 谢谢老师 人家才一只脚 刚刚踏入飞行的这个门槛 我们不要给她太多压力 这样其实在北航 除了有严苛的训练 和我们枯燥的学习之外 其实她在大学生活当中 还会遇到美好的爱情 我们希望到时候那位姑娘 不会给她像北航般的 一波三折的折磨 好不好 好 让你的生活当中也有一点小甜蜜 好吗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在第一轮当中 两队的成绩如何 让我们有请两位明星领队 还有和你同轮竞争的飞行员 田祺悦 有请 接下来呢 就要进入到两位明星领队的 倒计师拉票环节了 首先是李伟健队长的 三十秒时间 有请 好 这个我今天带了一把扇 主要是给卓琳带的 就是把她的心扇凉 然后 我觉得田祺悦 唱得非常好 而且我真的没有想到 飞行员不仅是检验他们的身体 要检验他们的文化课 同时还检验过他们的嗓子 唱得太棒了 很有情感 这个很有水平 五秒 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的成绩 给田祺悦 谢谢大家 接下来是 卓琳队长的三十秒时间 大家好 刚才大家在电视机前也看了我们年轻的学子 高伟的表现 他是我们北航大二的高材生 应该说能步入北航 应该是百里挑一 千里挑一 甚至是万里挑一 希望你今后在我国的航空事业越做越好 像你的名字一样 飞得越高 成为一个伟大的 五秒 中国民航的优秀飞行员 好 谢谢老师 那接下来我们三位评委嘉宾考虑一下 在这一轮当中呢 我们要采取投票的方式 三位评委每人手中有一票 思考一下 在这一轮当中 您会把票投给谁 首先有请云朵 那我把这个票先投给我们田启月 好 田启月先得一票 接下来刘和刚 投给高伟 高伟我鼓励你早日成为田启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最后一位评委 这一票要投给谁 这一票投给卓琳老师代表队 高伟 所以第一轮 我们的奖品优先选择权利 将属于卓琳战队的 高伟 来 看一下我们的九宫格 合上有八个数字 高伟 想一下今天你要几 来 我选六号 六号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田启月 你要的是 我选七号 七号 靠得很近哦 你离飞行员也就一步去 好 一个是六号 一个是七号 是什么样的奖品呢 三 二 一 来看大屏幕 恭喜高伟获得的是豪华国艺一台 厉害 恭喜田启月获得的是平衡车一步 非常厉害 来 都不错 都不错